天文台科學主任在坐32年前 被列為法定古蹟的183大樓 每天為我們提供天氣資訊 天文台的歷史就要由英國殖民時期說起 在香港設立氣象觀測台的救賞 最初由英國皇家學會在1879年提出 認為香港地理位置好 是研究氣象尤其台風的理想地 其實當年我們應該是 跟一個歷史台風很有關係 1874年有一個市稱甲蜀風災 香港死了幾千人 澳門甚至死了三分一的人口 所以其實已經開始討論 是否需要成立一個天文台 以科學為基礎去預測台風 但都經過一輪討論 去到比較上是後期 政府才同意起這個天文台 在1883年起好,台獎就上任 我們在1884年開始做天氣觀測 1883大樓有超過130年歷史 位於舊稱為艾爾尊山的小丘上面 經過百多年的洗察 1883大樓外觀分別不大 只是曾經粉飾和兩次擴充 拱迎槍和長走廊是特色 高地台表面是打磨光滑的花崗岩 柱頭仿照科林斯式柱形 配上窩卷葉形裝飾 在天文台也可以找到 相信是日漸時期的痕跡 這個沒甚麼人知道 是一個地道通往後山後面 我們還在追查歷史 甚麼時候製造的呢 因為我們看回當年這個地震儀器的室 是1924年起的 當時的圖籍都未見有這個隧道 這裡就是地下物室的隧道出口 會否跟打仗有關係 因為我們看回希活台獎 他未入集中之前 他也有說過 當時是有防空警報 一有警報他們就要離開 不知道是否躲在地下物室 時而世易 天文台的環境改變了不少 經歷百多年風吹雨打 到現今年代 暴天器已經不能夠物室操作 宗治不變 但服務市民需要更具透明度